如果说因为一个女人 一个妈妈要出门工作 要做职业妇女 就导致一个婚姻要破灭的话 那么全天下这么多 有孩子的职业妇女们 难道都要离婚吗 我说这个话你别生气 要自我没错 但是你要想一想 你作为一个两岁孩子的妈妈 我们把工作和家庭 应该怎样去平衡 其实我总在说 女人的一生分很多个阶段 这个阶段 有些是我们自己成长的阶段 有些是和孩子和家人 绑在一起的阶段 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 你的婆婆或者你的妈妈 不能够完全地帮你带孩子 或者说你也不是很放心 老公也不是很放心 我们能不能稍微减缓一下 自己对事业追求的脚步 也许孩子上了幼儿园 上了小学 你白天有大量的时间 去工作去忙碌 你选的这个时间段 对不对 对你整个一生 一个女人的一生来说 这个阶段 我们更应该注重的事情是什么 而你的表现 没有让你的男人 你的公婆感觉到 我的女人是把孩子放在第一位 至少孩子很幼小的时候 孩子最重要 所以她当然失望了 当然了 你打人是特别的不对啊 男人打人是最脆弱 最无能的表现 她为什么这么爱工作啊 甚至不过那个两岁的孩子 你想过吗 因为在孩子断奶之后 孩子和母亲断了那个 唯一依赖的关系 完全依赖的关系 而孩子又不会去问她 妈妈你冷吗 穿衣服吗 妈妈你饿吗 要吃饱啊 她感觉不到更多的被关怀 当然这是一个 不成熟母亲的表现 她就会选择 我在外边的价值体现 让我更有存在感 你没有给她足够家庭的温暖 家庭的感觉 你在她抛妇产最痛苦的时候 跑出去 不管是上网还是干什么 你让她觉得无比失落 回家没有温暖 她也不愿意回来 所以难道你没有责任吗 先生 还是那句话 天下这么多职业妇女 如果像你们这样处理问题 多少岁都得离婚了 你们做得都不好 当然也许是因为年轻 但年轻不是借口 你们已经成为了父母 就要履行父母的责任 希望你们都能担当起来 好好去履行自己的责任吧 好吗 谢谢严老师 来 齐总 我觉得你们之间的问题 坦白地说挺难解决的 第一个难是说 你们根本不知道问题的核心 出在哪 现在是在乱战 你来的目的是说 想让我们说服你老公 让你去工作 对吧 孩子找一个共同的 甭管是你的母亲 还是她的母亲 至少找一个人看着 对吧 你的核心是想让我们解决说 让这个你的太太 能够在家全职的照顾孩子 对吧 但是你们恰恰没有注意到 其实 真正出现这个问题的背后 核心是在于说 你们之间已经没有太多的感情 这是很可怕 刚才严老师说 有那么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